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济庄达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随便聊一下 关于一个投资的话题 就是50万到60万加币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中心或者周边地区 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房子呢 50到60万相当于人民币的话 就是乘以就算乘以7 就是350万 人民币能买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如果我们从Dontown来看呢 Dontown50到60万也就只能买一个studio 按现在的这个价位 现在是2020年的年底 11月中 如果是买preconstruction 也就是楼花在市中心呢 50到60万也就只能买一个studio 面积大概就是350尺左右 交接时间呢 基本上是三年或者四年以后 四五年以后四年以后吧 所以呢付个20%的订金 20%如果50万的话 20%就是10万块钱的订金 就买一个很小的这个studio 是没有卧室的 这是在Dontown的地区 如果在Mittown呢也是差不多 因为Mittown的价位现在跟Dontown已经拉的就是没什么大差别了 除非呢你投资楼花呢 想在北一点的地方 也就是说再往北的话 现在就是已经过了这个多伦多市中心市区了 就过了斯蒂尔以北 再往北就是约克区 约克区再往北是沿着这个404一直往北 如果你可以买的话 就Rutherford和16节 这里有一个现在为止 目前如果投资560万 还有一个叫Abeha Condo 这个Condo是在加拿大Wonderland边上 就有个巨大的有个加拿大的一个游乐中心Wonderland 就是比较偏的地方了 到市中心呢开车 可能要先开车 沿着这个404往下开 开到Dontown呢基本上就是30到40分钟的时间 就这么样一个位置的地方 可以买到一个一市价一市价蛋的 一家蛋的吧 最多就是一家蛋的一个 也是一个楼花50到60万 所以如果你投资这个Condo买楼花呢 手上有点钱五六十万呢 也就是Condo也就是这些选择 如果在旺市也就是说 在Matchang再往北一点 也是在约克区这边 也是在地铁沿线 五六十万也就只能买一个 一市的 还不带车位 这样的 刚才讲的Dontown 那个五六十万 其实也是不带车位 所以呢 这是楼花的一个情况 如果想买旧房子的话呢 在这个东楼市中心 是去这边还是有选择 但是旧房子的话呢 投资的话 你现在就是说Matchang ready了 如果我们再往西边看 如果五六十万 朋友说我不想买楼花 我想买Freehold 就是没有管理费的 不需要每年 因为很多人担心买了楼花以后 楼花出租 然后这管理费每年都涨 这样的话呢 我这个钱都交了管理费上去了 就是每年的这个支出呢 就会有增加 其实也不必考虑那么多 因为你的租金呢 是按按照这规定 是可以每年有一定的涨幅的 就是房东可以跟房客提出涨租金 当然这是要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 基本上是cover一个通货膨胀吧 的一个利率 所以的话呢 也不用太担心 当然如果您选择了这个Condo呢 设施很多 Maintingly很多的话呢 The maintenance fee 就会涨得比较快一些 这是体外化先 我们今天主要谈五六十万的房子能买 现在谈到Condo 然后完了我们再谈一下这个Freehold 有人说我要买Town Home 不想要谈Condo Town Home的话呢 如果五六十万 如果是新的全新的Freehold Town Home呢 现在呢 估计在多伦路市中心是肯定买不到了 再到北一点地方也买不到 北到什么程度呢 New Market Aurora 在约克区 沿着404 让街往北 市中心往北 开车30分钟40分钟 再往北 再往北的地方 几乎就要到了Lex Simcoe 在这些地方可能还会有机会 如果有开发商开发的话 还可以有机会买到五六十万的Freehold Town Home 但是这个chance is very rare 就是机会很少 我们再往西边看 如果五六十万想买一个Freehold Town Home的话呢 往西边看只能到Burlington了 在Mississauga Pier Region 也就是Mississauga Halton Region 就是Oakville 再往西就是Burlington 或者到Niagra 4 如果考虑一定要买Freehold 那就只能在Niagra 4 或者是在Burlington这个周边地区考虑 应该可以买到Freehold Town Home 这些地区呢 房价的涨幅呢 肯定不及多伦多 也不及多伦多的北面这些地区 Yuker Richmond & Marham 或者是Newmarket Rural 西区和东区 我们再来看东面 多伦多的东面 你可以投资Ajax Oshawa Woodby excuse me 这些地方呢 在加拿大的东 在多伦多的东面这些地方呢 五六十万现在也是买不到Town Home 包括Woodby也是买不到 所以的话呢 五六十万呢 最便宜的在Woodby 在东面啊 也要七十 六七十万 也就是七十万往上 如果往北 到Mont Albert 也就是Newmarket的东面 东北面 就很北 当然还是404 下来还是相对方便 在这个地方 Mont Albert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小汤 最近也开了个项目 叫Village Green 他这个房子 Town Home 起价就是Hire 600 也就是接近七十万 Freeholds 有大概接近两千尺的 Walkout Basement 七十万 Freeholds 所以的话呢 五六十万的房子 确实如果客人跟我说 我要找五六十万的Freeholds 我不要Condo Freeholds 我最起码得是一个Classic的 三层的Town Home 正屋 这样呢 基本上在多伦多这个地区 现在为止 五六十万是找不到的 所以的话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投资 希望了解一下 在多伦多周边地区 五六十万 六七十万 七八十万 每个价位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我的屏幕下方留言 或者跟我联系 欢迎大家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